老师,细腔,我们先教过了 那古风类的歌曲呢 最近呢,网上呢,被这首歌刷屏了 你有看过这个视频吗? 回过神来 一些歌曲当中呢,它不光有细腔 比如说这首歌,哲仙 对吧? 它会每一句 落寞是卷要记得 那么当歌曲 古风和细腔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应该怎么进行练习 今天跟大家好好分享分享 很简单把它拆分成两个部分 去进行讲解 有点像讲数学课 我小时候数学老师就在跟我讲 这个地方拆公式分布 这个地方拆公式分布 没什么感觉 首先一个古风类的歌曲 在演唱当中的话呢 都是以气带声的感觉 去进行的 就气息会多于我们的人声 你用这个带子也可以代替 或者是气息多于人声 气息带着它出来也行 就是反正就是气息多人声少 那怎么做到人声少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叹气 给大家做个示范 就拿哲仙就有歌曲 而不是趁着险要 就这 你发现没 发现没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把古风类的歌曲 唱出有韵味的前提 就是带着叹气的感觉 先叹气说话 趁着险要 功难留 趁着险要功难留 去饭间红楼斗酒 戏唱部分呢 记住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先吊嗓子 把我们的音调 先吊上去 发一个 咦 咦 咦 嘴巴离开 咦 好 列完这个字之后的话 第二步 作为歌曲当中的一个 歌词的代入 什么叫歌词代入呢 我们刚这个一的位置在哪 我们演唱歌曲当中 每个字就必须在这个一的位置上 比如说 我要唱 台下人走过不见旧颜色 咦 台下人走过不见旧颜色 这样的话是味道出来了 再把它放到哲仙这首歌当中 它又有鼓风 又有戏趣 沉着险遥光难留 去饭间红楼斗酒 躲起梦 若我失去 又激动 是不是味道出来了 其实它们两个就是一个相结合而已 它的特征 再上它的特征就可以了 你有唱这些歌吗 可以加上屏幕下方的微信联系方式 把你的歌曲分享过来给我 我来帮你听听看 你的歌曲有什么问题哦 那本期视频讲解决到这了 还想学什么 赶紧来私信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